国泰航空早前为人手不足 取消了大批航班 现在的情况仍然未见好转 星期日有至少16班底港或离港的航班取消 取消的包括以下航班 国泰曾经发声明解释 多班航机取消的原因 是因为12月流感季节期间 既是阴病缺勤的较预期多 国泰又强调公司营运整体仍然保持正常 并会在假日高峰期增加航班的数量 减轻对乘客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